967 开头呢 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啊 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迪日币句型 是这里有一些条款的意思 这里面Provision 指的是条款的意思啊 后面定语 描述这个条款 哪条款呢 是这个海商版的一个条款 这里面迪日币句型 咱们讲过啊 迪日币句型 你要把它翻译成 这里有 说什么东西吧 这里有一些条款 再往后 定语从句 用了复数嘛 所以肯定是修饰Provisions的啊 这里面就是说条款呢 是规定 这个动词啊 Provide 本身是提供的意思啊 但是也可以当规定来讲 那这里面就是规定的意思呗 是规定了什么呢 它是规定了 后面迪日币句 从句里面呢 是说 这个小岛是一个基础 什么基础呢 是对于这些Claims基础 这Claims是说我声称去补鱼嘛 这样的一个基础啊 后面主句呢 是说这个day day肯定指的是复数的条款了 这个条款呢 激起了一些争端跟争议啊 大概的意思肯定是说 因为啊 这个新的海上法 它规定了说某些小岛 无人住的小岛啊 它也能成为这个 你去声明你几海里之内 可以捕鱼啊 可以开采油田啊什么的 所以说呢 本来这小岛没人看啊 反正也没人住嘛 但是现在因为可以作为我去声明捕鱼的 这个海里的范围了 所以呢 我就激起了很多国家对着的争议 这个意思啊 A选项呢 这么看起来啊 从语法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可以先保留啊 咱们再看B B也一样 原语状语重句 这里面的主语是扣的 这个海上法啊 动作是规定 身后避运重句 重句里面跟A差不多啊 这个小岛可以作为basis 表语啊 再往后呢 主句这个It指代的是这个海上法 那海上法激起了这个争端 对吧 你会发现主句是一样的 基本上一样 但是呢 A里面这个原语状语重句 它的主干信息就是这里有条款 这是主干信息嘛 而B里面它的信息是海上法规定了这件事 对吧 你想啊 你得跟后半句这个主句啊 形成因果的关系 那为什么说这些海上法会继续争端啊 那一定是因为海上法规定了一些坏事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海上法这样的规定 所以海上法才能有争端 所以B这个关系是成立的 那因为海上法做了这个规定 所以说海上法继续来争端 而A里面呢 如果你只看主干的话 它这个原语状语重句里面主干信息 就这么一点 是这里有条款的意思 这里有条款 所以条款激起了争端 这个关系是不对的 你就比如说 我们说因为 举个例子啊 因为小明干坏事 所以我们要打小明 或者说我打小明 这个没问题 对吧 我打小明啊 很准确 因为呢 小明干坏事 我打小明 这个打跟干坏事之间 相当于我关系 因为整个从句嘛 是个动作为核心 对吧 那如果你说 因为 有小明 是吧 然后 这里有小明嘛 所以 所以 我打小明 这个关系很明显就不太合适了 对吧 你想啊 小明也没干啥 你就打小明 这不合适吧 对吧 这两个动作之间 是没法形成因果关系的 一定是因为小明干什么坏事 所有才要打小明 对吧 同样道理 一定是因为海上法 干了什么事 所以他才引起了争端 而A里面说 这里有海上法的条款 所以这个条款干嘛 这就不合适了 没有逻辑关系了 所以A不对 这个是考的比较 就是仔细的 这么一个因果的关系 这个句间关系不对 所以A不对 再看C C的话呢 这个主语是Isses 动作是B 细表语是这个基础 后面都是这些定语 然后Anders撞语了 表示在这个海上法的条款之下 如C所写 逗号加度应 这是一个伴随吧 对不对 逗号加度应 咱们讲过 都是伴随 两个特点 主语跟他所修饰动作 主语相同 另外呢 就是他的两个动作 要近乎同时发声 这个题 两个都不满足 最基本的 主语不对 为什么呢 这个 激起了争端的主语 应该是这些海上法嘛 对吧 这个小岛本身没有争端 因为这个海上法规定了 小岛能去作为捕鱼 或者是开采油田的基础 所以说这个海上法 或者这个条款本身 才会有争端 而如果如C所写的话 这个stimulating的主语 就是小岛 那小岛肯定不可能是 机器争端的主语 另外一点的话呢 这个气表结构 也不可能跟这个动作 形成这个同时的关系 怎么都不行 所以这C肯定不对 再看4D D的话呢 是一样的 主语还是小岛 那动作是视表 也是basis 后面都是一堆定语 就是basis的 后面撞语 这跟C基本一样 主句这个this 它是个限定词 咱们讲过 身后能把名词给省掉了 这个this 后面就省的是code 叫做discode 这个海上法 激起了这些争端 后半句主句没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呀 其实是因为这个状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在地里面啊 这个海上法呀 或者说这个海上法条款 它不再是规定了 这件事的东西了 它是个状语 只是描述这个事 它所存在的一个地点 或者时间 而后面的主句呢 是在说这个海上法 引起了争端 这两个事又是不具备因果的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 比如我们说 因为 因为小明 在1988年 干坏事 后面说 所以 我打小明 这个事啊 问题不大 因为呢 小明 还是因为小明干坏事嘛 这是状语 对吧 这是主语啊 所以说我打小明 没问题 但是啊 你不能说 因为小明在88年干坏事 所以 我打1988年 这个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或者说我痛恨吧 或者我是痛骂 是吧 都都可以啊 痛恨 或者痛骂 这个年份 都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小明是这个年份下去干坏事的 跟这个年份本身没关 谁干坏事 你打谁 对吧 因果关系在 他因为他干了坏事 所以你打他是打他 跟干坏事之间 具备因果的关系 对不对 而88年 只是描述干坏事的时间 时间是无辜的 谁干坏事 你对抗谁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你看这个体验 他这个 Provisions of New Marine Code 这个 这个 海商法呀 已经成为这个事的状语了 而这个事本身 谁规定了这件事 谁会激起争端 这是肯定的 而这个 状语本身 只是描述这个事的一个 发生时间或地点 它是呜呜的 它就不会有争端的问题 所以说 如果你想 地对也可以 你要说 是这些海商法的条款 在规定 或者是强迫 这个事的发生 所以 这个海商法 才能会积极争端 这是因果关系啊 所以跟B这样是对的啊 这个D肯定不对 再看5E 5E的话呢 这个 Because 状语重句 后面是定义重句 整个题里没有主句啊 肯定不对 所以E肯定也不对啊 答案是B选项 这个题啊 主要难在 B选项 跟4D的辩析上 如果你直接拿中文来翻译的话 D看起来也行 但是呢 B跟D 是有很明显的啊 在这个状语重句里面的一个 主干差异的 或者成分差异啊 这个B里面 海商法 是主语 发出规定的一个动作 而这个4D里面 海商法 就变成了一个状语啊 那状语 即便这个事儿 再怎么可恶啊 那这个状语本身 也不会继续争端 状语是无辜的 它不是导致 这个事儿发生了元凶 对吧 也不会继续争章的 那这个状语